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不清枕边人是真情还是假意 就在近日娱乐圈突然传来消息直指 大马拿都的女儿庄思敏 与刚刚结婚两年的台湾商人杨炳毅正式办理离婚手续 其离婚的原因无外乎四个字 聚少离多 原来杨炳毅在结婚之前曾经承诺会迁就庄思敏 愿意娶妻随妻 从台湾移居香港或者内地 但万万想不到男人的嘴是骗人的狗 他不仅一结婚就反悔 反而倒过来要求庄思敏 我们家传统是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你还是来台湾和我爸爸妈妈一家人住吧 听到老公这样的提议 庄思敏第一的反应是什么 第二反应是你开玩笑吧 吉尔就和老公就宜居的问题发生了剧烈的争吵 谁也不肯让步迁就对方 所以就这样吵着吵着两人的感情开始转蛋 在矛盾无法调和的情况下 再加上长期两地分居 两人才决定把心一横秘密办理了离婚手续 看到这里相信很多人都觉得挺唏嘘的 结音就在两年前的2020年 媒体借用圈鸟归巢来形容庄思敏一颗恨家的心 而庄思敏之所以会收心养性 决定步入婚姻殿堂 全赖他和别人合伙开的点心店 熬不过疫情危机而宣布倒闭 所以才在身心俱疲的情况下 一心想找个好码头尽快结婚生子 而在结婚之后 庄思敏确实也想过 一改刁门公主喜爱夜蒲的坏习惯 人前人后都表示自己要遍寻生子良方 赶紧趁着身体条件还可以 和老公生个可爱的宝宝 正当大家都以为庄思敏 终于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之际 想不到疫情都还没结束 他的婚姻却结束了 所以眼见及此 大家都特别好奇 为什么婚前商量好的 好好的共识 却在结婚之后被南方反悔呢 其实反悔原言很简单 还不是南方发现天气不似预期呗 说到庄思敏的背景 相信大家都曾在各大报刊杂志上 略有了了解 他的爸爸庄宝是明辉发展有限公司 也就是中国光大控股前身的创办人 虽然庄爸爸在香港发家 但是早年已经将家族资产移去了马来西亚 得到了大马拿都的荣誉 而庄爸生了三朵金花 一个金波罗儿子 三个女儿分别是庄思敏 庄思华和庄思敏 至于儿子则是弟弟 叫庄顺盛 大家都知道 华人家庭普遍中男轻女 庄氏家族似乎也不例外 皆因他们对待儿女的方式 天差地别 其中儿子庄顺盛 就是继承家大业大的 所以一直以来都保持神秘 身居简出 相比之下 庄家女儿却特别喜欢抛头露面 而庄爸爸对于女儿也是放人自由 一听说大女儿庄思敏和小女儿庄思敏 想进入娱乐圈 她就随便找了一些人脉 砸了一笔钱 将庄思敏推荐给无限签约 同时也将庄思敏碰为香港小姐继君 然而在庄思敏和庄思敏两姐妹 成功进入无限之后 父亲的托举和庇护也就到此为止 剩下的路只能两姐妹自己去闯 所以这么多年来 庄家两姐妹就在香港地 父亲的豪宅里 过着无人管的不及放纵生活 她们靠着大马拿都女儿的旌旗招牌 在娱乐圈中走南闯北 也曾因为年少轻狂而一时糊涂 特别是大姐庄思敏 由于她身边没有一位知心长辈 当百度人 所以一度丑闻缠身 一会儿被人传出特意加大胸部尺码的新闻 一会儿又因为英皇小生吴浩康 与胡定心当众吵架 将电视城闹得满城风雨 虽然庄思敏之前只公开了和吴浩康的那段恋情 但她的感情史却相当丰富 14年的时候 庄思敏写了一本叫做 《大情大性,讲情讲性》 在里面谈到了自己的六段感情史 因为觉得女生更有安全感 所以庄思敏的前五段恋情都是和女生 但是前五个恋人最终还是劈腿了 受到打击后 庄思敏开始考虑接受男生 2006年 庄思敏和吴浩康公开恋情 因为那时吴浩康才和胡定心分手没多久 就和庄思敏拍拖 因此庄思敏就陷入了小三丑闻中 但庄思敏和吴浩康并不在意这些流言蜚语 两人还是一如既往的恩爱 但这段感情只维持了五年 两人在一起三年的时候 庄思敏觉得自己看不到将来 痛苦地度过两年后 庄思敏单方面向媒体承认和吴浩康分手 就在颠倒红尘的浑浑噩噩当中 庄思敏终于到了30家40家 这个老大不小的年龄 在这个时候他才猛然发现 自己进退维艰 不仅仅在香港的演艺事业一事无成 就算想回到马来西亚 弟弟又早已成家立事 接管了父亲的产业和公司 压根没有留给他一席之地 直到此时此刻 庄思敏才深深地感觉到 原来女人成年之后是没有家的 所以他就在一时心急如焚之下 嫁给了仅仅拍拖三个月的台湾商人杨炳毅 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而说到杨炳毅 资料上显示 他是珍珠奶茶店的老板 说白了就是个个体小商人 这样的小商人 肯定不算什么高门大户有钱人 所以我们可想而知 杨炳毅和庄思敏在结婚前 可哄他疼他 并且口甜舌华地答应他结婚之后 娶妻随妻移居香港 必定是看中庄思敏 大马拿赌女儿的身份 甚至乎很可能是在心底美滋滋地盘算着 等我娶多拿赌女儿归 当上拿赌女婿之后 有钱岳父肯定会送上 上亿嫁妆供我创业 到时别说我要背井离乡移居香港 就算移居非洲 我也能成立大集团 当上董事长 然而杨先生很快就发现 自己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结因他和庄思敏结婚的时候 拿渡夫妻就以疫情为理由 直接缺席了女儿的婚礼 由此可见 人家根本就不待见这位小商户女婿 而结婚之后 这种情况更是愈演愈烈 杨先生很快就发现 别说他身为女婿的 拿不到岳父的财产支持 就连庄思敏本身 也没法得到父亲的扶持 只能靠自己拼命地工作 来维持锦衣玉食的生活 由于庄思敏在无限一直都是 捞不到什么好角色 在香港的点心店 又在大环境下遭遇结业挫败 所以他最近干脆转战内地寻找出路 即八月份的时候去杭州 找有大老B之称的吴志雄商业合作机会之后 庄思敏上个月 更是去广州的服装批发市场 花九百块钱 一口气买下两件长梯 一条牛仔裤和懒人长裤 四件衣服 回去某平台玩换装直播 来吸纳流量 看到庄思敏这个落难公主 走南闯北的姿态 一心想着 靠岳父五无忧的杨先生 立刻就意识到他那个拿都坠绪的美梦破碎了 所以他对庄思敏的态度也就油浓转淡 从刚开始的隔三差五就来香港和老婆小聚 上演夫妻双双买生蚝 回家煮饭仔 甚至跟着庄思敏去出席活动 高调善爱 到后来跑香港的次数越来越少 就连庄思敏催他过来 他也采取托字绝 甚至反过来建议庄思敏 不如你移居来台湾 我们一家人一起住了 听到老公这样说 庄思敏马上气不打一处来 皆因他再怎么是落难公主 爹不疼娘不爱 也是有身份地位的 拿都女儿金枝玉叶 他结婚的原意 就是找一位为他安前马后的贴心驸马爷 如今对方却要求他化身委屈小媳妇 和老公公婆婆只在一个屋檐下 照顾人家一家老小 他才不愿意呢 所以庄思敏当下就回敲 如果你不来找我 下一步就是离婚 本以为只是庄思敏说一说而已 想不到他竟然一不做二不休 很干脆地办好了离婚手续 并且潇洒地在社交网络与婚姻告别 谢谢大家关心 一切安好重新出发 明眼人都看得出 庄思敏那句重新出发 带有痛定思痛的觉悟 皆因如今他对未来已经有了一个清醒而坚定的全盘计划 尽管我已经42岁 但是也不会再为赶生小朋友而结婚 反而会考虑学卵 留下无限的可能性 故事看到这里 突然觉得百感交杂 想不到出身在高门大户的公主 也会因为女儿的身份 不得不一边承受着父辈的偏心 一边苦苦支撑着公主的骄傲 而在父母的轻视 社会的苛代当中走过之后 很多女孩都发现了 自己成年之后是没有家的 既容不进婆家 也回不去娘家 所以越是如此 女孩子就越要慎重对待婚姻 在没有找到愿意全心全意的 与自己组建小家的贴心良人之前 大家还是不要轻易的托付终身呢 最后 只愿离婚之后的庄思敏 既可以做到独自美丽 也可以尽快找到下一站幸福吧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您播报 明星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